建一個let long point 然後後面的話我們就create它 那這邊後面的話就在uncreate的地方 create marker 把這個點帶進去 這個方法的話 裡面做這些事情 這些事情有哪一些基本上非常 我想應該這樣可以看 這個marker opt這個 實際上裡面就要放一些東西包含什麼呢 他的position 你要打個地標 打個地標的部分的話 你必須要 就是一個point 這個point我們有宣告一個let long 一個點給他 另外上面的title 那什麼title呢 就是當你點的那個 點下去那個marker的時候 它會跳出一個訊息 上面的訊息就是title 下面就會叫你snip snip 實際上就是 算是什麼 內容吧 算是敘述吧 所以會有title 一個snip 當你snip的部分的話 你可以是空白的 如果沒有它就只有title 沒有snip 裡面是空的 另外 在下面這個屬性的話 這個叫 drable drable的話呢 可不可以拖放 我這邊預設只是false 如果你設為tru的話 這個 可以跑的 那個marker可以移動的 另外的話呢 visible 當然是tru啦 如果是false當然看不到 另外它這個地方要放哪裡 那這邊的話我們剛好在一半的位置 所以這個是設為那個圖片的中心 就是剛好圖的正中央 另外它會跟你要一個icon 那icon的部分的話我們可以用這個 內建的一個就是一個圖檔 這個icon圖檔 那後面的話有個hue 有沒有底線 gree 那預設是那個rate 就是那個紅色的 你可以點擊 點之後後面會有一些選項 那最後的話你再 把這個marker給什麼呢 給google map的物件 去做什麼呢 做addmarker的這個動作 就把這一個marker 放進來 不過這感覺也有點類似像什麼 像之前那個adapter的感覺 有沒有你說前面做了很多事情 那最後的話就是set adapter 那這邊叫做addmarker 類似啦 就是前面先把它準備好 最後全部通通丟給你 OK類似像這樣 所以基本上這個是一個基本的流程 這個書裡面的部分的話 我們再把相關的重點再跟各位提示一下 基本上會有哪一些 第一個就是也是用標記 所以我們這邊有一個叫做 Marker 這叫options Marker options 然後裡面的話有這一些 相關的我剛剛講的 那 比較可能會有問題的 就是說我們用0.5 0.5 這個圖的位置部分 各位可能要稍微算一下 那如果0.5 0.5剛好在中間 因為左上角跟右下角 一個是0.0 一個是1.0 那為什麼0.5f 因為它是一個flow值 所以0.5f 所以剛好會在正中央 那如果你將來那個圖的位置 你要變更的話 也可以換一個 地方 就是你可以讓它去移動位置 這個這個我想 數字各位自己 自行在變更 那其他的話 看到的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是圖示有沒有 它的上面會有個title 比如說台北101 裡面的話有個snippy的一個敘述 OK大概這個這個詞就剛剛 給各位看的 這個Marker部分 那另外的話 圖的部分有沒有我們是用一個內建的 那如果說你今天 要從什麼 從你的resource裡面抓 可不可以啊 所以你可以去 網路上上 掃一下那個icon 或者是你自己有一些美工圖案 也可以加進來 你可以先把它拖拉到那個double裡面 然後呢 再利用什麼呢 利用點 fromresource的方法 可以把這個圖載進來 這個這個地方我想各位可以try一下 那上面是 從內建的 內建的icon裡面去抓 所以這邊的話如果說你要更改裡面的icon 其實非常簡單 這邊 點下去其實都可以用選的 點 裡面的話 會有那個icon可以去做選取 有沒有 有沒有這邊有各種顏色嗎 HUE後面有個 如果你要藍色的啊 灰色的啊 綠色的啊 綠色的啊 我們剛剛是用綠色的 那這個是內建的 那如果說這些你都不喜歡的話 那你可以自己再去 自己再去找一個 自己再去 匯入一個 icon的部分 那這個地方我等一下看看有沒有 有沒有icon 可以來試 你可以直接怎麼樣呢 把這個icon先拖拉到 我們那個resource裡面 在resource 你可以 直接再建一個資料夾 名稱就是新建一個資料夾 名稱就是什麼 就是drobo 然後再把這個drobo裡面呢 再拖拉出那個 那這地方的話呢 新增一個drobo資料夾 你把那個 icon放進來 這個地方就可以做變更 也就是說可以從 你自己可以選一個 from resource可以選一張圖示 來 show 那除了這部分 因為 你地標打上去了 但是呢 他現在你點擊他不會有任何作用 如果你今天希望 當我們點了地標之後 能夠觸發一個事件 那就可以用什麼 這邊有一個叫做 特別注意喔 是在 map上面 這個物件上面 點下去 其實跟button類似啦 但是他的事件觸發 他點是在什麼 set on什麼呢 這邊有一個叫marker 有沒有 你不能set onclick set onclick是地圖上面click 這邊是set onmarker click listener 然後你再去 去new一個那個新的一個 Listener 當這個點擊動作觸發的時候你要做什麼事情 那這個部分等一下再來看好了 那請各位 第一個 先在你的地圖上面 可以打個地標 好 這個部分我 各位試試看好了 所以要按部就班 我們的階段是 第一個 前面做法是 先找到你的location 第二個再把地圖放上去 所以地圖要顯示 第三個再打個地標上去 第四個就怎麼樣 當地標被點擊的時候 要秀出訊息來 這四階段 少一個都不行 而且呢你也不能跳著做 你不能說你直接跳到後面不行 你要先能夠 抓到location 看到地圖 後面才做得出來 所以前面如果你還沒做出來的同學 後面大概只能研究而已啦 只要只能知道 所以最重要還是能夠看到地圖 後面就比較簡單 就能夠成長 哦 嗯 哦 嗯 嗯